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可憑 現在呢就是在 BCI Rabbits 校長監狀中 就什麼事情都得做這樣子 然後其實還 蠻開心的這樣 然後我先大家介紹一下我們BCI Rabbits BCI Rabbits是台灣 這邊唯一一家 目前為止第一家 結合時尚 然後與公益的品牌T-Shirt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是只有T-Shirt 那未來呢也是希望在秋冬 開始可以發展出更多的產品線 然後我們主要的設計呢 是這位小朋友 他是柬埔寨的 柬埔寨的 柬埔寨BCI孤兒院的孩子 然後這個呢就是他畫的兔子 兔子在柬埔寨是 明天故事裡面是一個非常公正的法官 然後他幫很多小動物 包括什麼兔 什麼老鼠跟貓之間主持公道 所以說 所以大家都很愛他 說人啊動物都很愛他 所以說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小朋友就最喜歡這個故事 就覺得兔子又很勇敢 又很有爭議感這樣子 所以呢他們就很喜歡畫兔兔 然後這個呢就是他畫的兔子 然後我們在當時呢 那個院長就為了要維持小朋友的生活 所以呢他就開始 販賣這隻兔子的頭像的T-Shirt 那我們家那個T-Shirt 本來只是拿他小 他們很一股熱血的 把那些T-Shirt帶回來賣 然後一直發展到現在 我們有了一個自己的品牌 就是孩子授權給我們的品牌 這樣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還找了就是Andrea Baby來拍 對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的T-Shirt 然後旁邊也有看得到這樣 好下一張 講到孤兒啊 其實大家想到的 這是電影裡面孤儲淚的那個Oliver 就是他是一個孤兒 大家都會想 第一個印象是這個嘛 然後但是這是電影裡面的 第二個印象就會是像這樣子 可能一不必提流落在街頭 很可憐的樣子在哭 然後找不到家人 其實想到孤兒 我有一個另外一個故事想要分享 那時候在節目再來的時候 我們在路上看到所有小朋友 真的都是想像這樣子 他們沒有穿衣服 然後表現得很可憐 但是每一年都有那麼多的國際組織 那麼多的NGO在為了他們募款 在為了這些孩子們募衣服啊 募錢啊 然後募電腦啊 募教育啊什麼等等的 為什麼這些孩子們還是這個樣子 他們其實有衣服穿耶 可是為了要表現出他們很可憐的樣子 他們需要援助 所以他們不能得到那些衣服來穿 這是現在 至少我知道了在檢棚站目前的孤兒院的一個危機 那我們現在就幫助了這個孤兒院 叫BCI孤兒院 他們的小朋友 他們的院長很聰明 就是他們開始自己賣衣服 所以說呢 他們不需要去表現得很可憐的樣子 這個是我們實際在孤兒院的現況 那些孩子們很開心 他們都很開心 你都完全想像不到他們是孤兒 完全想像不到他們背後有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可能是家暴 可能是就是很小的時候 父母就雙亡 必須流落街頭 被院長撿到等等 而且呢 不只是他們自己本身很開心 他們也非常樂於分享 嗯 最左邊那個 有點醜 是我 然後這是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是我在檢棚站 算是 根本就像我兒子一樣 我兩個 我去了三次 三次 第一次去長頭髮 然後還就是一個嬌嬌小姐的樣子 又白 又白 嗯 那一次遇到他之後 第二次我再去 我頭髮也剪了 然後皮膚也曬黑了 他就整個衝出來抱住我 我說 Apple你又來了這樣子 你好開心喔 你答應我的 你又來了這樣 我想說 哇塞 我中間已經隔了半年 你竟然還記得我 所以他們就非常的 就樂於地付出愛 然後像這樣子 他們也跟我一樣很喜歡畫畫 但是 他們只能在地上畫 他們就只能 嗯 用樹枝啊 用石頭啊 用手指直接在沙地上畫 畫完之後 就很開心的就拉著我說 Apple你過來看 這是我畫的我畫得超好 我很強 這樣 對 然後他們也 哎呦 我踩到誰的手機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這個呢 是另外兩個 這個是比較大一點的 然後這是他的弟弟 他就是在幫他洗手 那其實在他們的 整個過兒院的環境裡面 他們也沒有什麼比較 心態也沒有什麼 他們都是非常的 樂於互相幫助 然後樂於分享 然後 像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今天沒有帶 他們就是送了很多 他們很珍惜的一張小小的紙 然後一個小小自己編的手鍊 那或許就是他們的全部 他們空空的置物櫃裡面 就是那幾張爛掉的色紙 然後一條編得太長的手鍊 那就是他們的全部 但他們都好開心的跟我分享 他們說 因為我好喜歡你 我想要把這些送給你 你回到台灣還要想我哦 這樣 好 那他們的幸 他們 像得這麼 他們這樣笑得這麼開心 那麼樂於求之 他們的幸福來自於他們很知足 那是反正 回到台灣之後我在想說 那屬於我的幸福是什麼 我在台灣之前 去到之前我一直很不滿足 我就覺得 我在台灣過得不開心啊 我想要的東西買不到 我想換手機換不了 然後想買電腦又沒錢之類的 但是 我去了政府再一趟回來之後 我發現 我的幸福在於我可以做選擇 我身為一個 從小喜歡畫畫 我可以選擇 我要念哪一個高中 我高中要念哪一個科系 然後上了大學之後 我可以選擇 我要念多媒體還是念設計 還是念平面 但他們沒有選擇耶 這個這個小朋友 他的夢想是當一個英文老師 但是在柬埔寨環境 他有辦法當一個英文老師嗎 沒有辦法 他們每天的wish list 就是肥皂吃的 然後這個小朋友 他想要當一個足球選手 他們連球都沒有踢什麼足球 但是他就是想要當一個足球 他想當一個運動選手 想要為柬埔寨他的國家爭光 但他沒有辦法 那其實 我們都是幸福的 我有做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自己要的人生 這件事是幸福的 他們能夠享受 享受當下的生活 他們是幸福的 我們這樣的幸福 能不能互相交換 我去了一趟柬埔寨之後 我學習活在當下 他們教會我這樣的幸福 我有什麼東西 是能夠與他們分享 於是我們開始了BCR Rabbits 這個品牌 我們希望藉由我們賣T-shirt 這件事情 把這個故事再告訴更多的人 然後也同時也為他們做一些 募款的活動 每買一件T-shirt 我們就會捐出221塊 兔兔衣給他們 那這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溫飽 那達到一定的量之後呢 這些錢我們也可以 支助他們的教育 或者是各方面他們的夢想等等 那除了幫助 怎麼剩一分鐘 除了幫助節目帶小朋友之外 我們也在想說 在台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 在台灣的每月221的NGO計畫 我每個月找一個新的NGO 像這是我們第一期的 是跟台灣動物協會合作 然後這個故事就是 有一隻在寵物店裡面的小狗狗 然後一直賣不出去 所以他就一直被關在那個地方 他也沒有辦法活動 於是他就瘸了 然後這是威阿牧醫藥費 然後這是上一期的 台東海澤書 這一期呢 是我們幫助的一群阿嬤 然後這一群阿嬤 其實就跟我們看到的 一般的阿嬤沒什麼兩樣 或許就跟你們的阿嬤沒什麼兩樣 但是他們在二次大戰時期 是被日本人抓去當危安婦的 他們的生命有非常慘痛的過去 然後婦園會呢 就是婦女 婦女研究機器會 找到了這群阿嬤 然後幫助他們 不管是身心照護也好 一些工作坊啊等等的 這個的話是他們的圓夢計畫 像阿嬤想要當工服員 阿嬤想要穿上婚紗 阿嬤想要繼續把書念完 婦女研究機器會 他們的圓夢計畫 都在幫助他們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直到現在呢 到今年為止 今年六月為止 已經剩下來 第五個阿嬤了 那其實這是一件 非常沉痛的歷史事件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不要因為阿嬤們即將 凋 即將凋零 即將 就是不在世上 而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 於是說 像台大也有一個自發性的 團體叫做阿嬤子飛機 也為他們做 也為他們做 募款 然後辦一些活動 讓大家知道 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們這個月 站在預購的T恤 就是我們身上 跟剛剛主持人身上的這一件這樣 然後這個月呢 我們的兔兔衣 想要邀請你 重新認識他們 然後呢 陪伴他們 用勇敢 然後用堅韌的心情 去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好 這是我們的資訊 謝謝大家 來… 謝謝大家 sabe… 來… 不為大家